我们接下来临这一行 我们看虫字 说 雁塔圣教续中 以行入楷 雍容晚唱 这里边这种雍容的感觉 其实书写的时候 它是一种节奏的表达 这种节奏 它是一种不虚不及 我们看 它在书写过程中 其实这种式的回环 它也是一种 不虚不及的表达 第一 它不像行草中 有些急风暴雨式的表达 同时呢 它也不像 卫碑 卫目之中 方折尽力 我们看这些点画 圆润饱满 书写的时候 如果写机造了 带出来这种 硬带的东西 那都没有这种 雍容的感觉 典雅的感觉 而它除非是在 它在表达过程中 把这种蝉丝印带 表现出来的时候 又是一种形书笔 去处理 我们看这个虚字 也就是说 雁塔里边 有尽力的东西 但它这种尽力呢 不是作为主 主要的表达方式 短数 一态万方 不管是取数 还是直数 它都表达出一种 笔式之间的呼应 收 饱满 有力 我们来看这个层次 这个短片 跟一块下边 两点 其中呼应 把整个字盘活的作用 竖切 长横 细径 有力 注意这个数 虽然它是一个直数 但我们看它 有一个式的流转 而这两个点呢 通过呼应 在整个字中 其中 点缀的灵活 而到这个U字的话 它整个表现出一种 游丝硬带 我们来看 齐笔 这个树 它的式的婉转 空中带 两个角丝 很明显地能看到 字在书写过程中 它并不是简单的 直线 或者曲线的笔画摆放 而这个空子 它的提手旁 同样表达出 这样一种式的流走 而右边相对来说 用一种相对 静态的表现里边 稍稍地带一些点缀 书写的时候 要注意 这种笔式的硬带 好 我们来写记字 它通过这种轻重的搭配 让字更加的鲜活 注意这些细线 在书写过程中 我们来看 这个记字 里边 这几个长线条 相对来说 都写得比较细 然后在通篇中 这种收放 记字用放 大 而这个红字呢 用收 一种小的状态 服务于 整个全篇的章法布局 它这样一种 斜式 和这边这种抱的往回式 一种抱的原式 刚好相结合 在书写的时候 要留意一下 好 大家来看一下 我林写的这一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